郭董好像資源滿多的 但是民眾感受度 是比較最直接的 我們來看看幾個民調 這個是有關於 韓國瑜出現之後 兩個人的民調的廝殺 郭台銘說 絕對不相信 他輸給韓國瑜輸了9% 他說都沒有做錯事 國民黨也沒有做什麼 比較好的 為什麼 韓國瑜民調會高這麼多 他說灌票給韓國瑜出選 是不公平的 但真的是灌票給韓國瑜嗎 我們來看看幾個民調 7月9號的蘋果民調 郭台銘是32.1 韓國瑜是41.9 差了9.8 望州民調28.2跟36.2 其實也是差大概是8%到10%左右 匯流民調更不用說了 29跟40.9 差了11.9 其中匯流民調當中 還去做所謂的政黨傾向來分析 綠營支持者挺郭台銘 高達38.7% 實力的支持者高達42.1% 但是綠營挺韓國瑜只有多少 10.7而已 文三伯你看這個民調 民進黨到底比較挺誰 看起來是郭台銘吧 38.7跟42.1 是挺郭台銘的 郭先生稍前現無力 稍前現無力 說實話 深入飛水也是飛 你如果要對這件事 你如果要批評這件東西 你就要怎麼說都順便你 大家都不會不斷力 小朋友就是拚枚 你看周星馳在枚枚枚 你不要怕周星馳 對啦 但是這樣說 這個選舉是這個樣子 這個初選 我還是高庚 郭總司長你把你的分成奉下 你真的分愛成奉下 我不是這樣 我不是要 Self 其實很多人別接到 2006 這麼做 你叫破院叫作家 crafted 他就離開了 高雄那條 情人到 slnd 這怎麼做 後來我要跟媽祖的手機 歉我告訴你郭台銘 你說是媽祖在櫃山 大家想一想 4月27號高雄辦的第一次 原本韓國也不要去 那天剛好什麼日子 農地三月二三 是巧合 我不會傳神意 但是我是 這個是巧合 你說所有好朋友 你那些相相 如果是媽祖團團 媽祖相約 哪一個比較像 但是還是要李敬 去呼籲所有藍金的支持者 如果你們是蘇東時的國台面 跟今的國台面有改變 你們是不是要為了中華民國好 因為大家都想蔡英文下架 他實在 他現在蔡英文在選總統 他是在選皇帝 大家在這裡看不見 如果國台面有變 你們這些人是不是要開隊 團結都不一定打得贏 政頭那些手刷好了 可能一千那天 手刀開去沒有開出 你這時候沒有團結做會去拚 他還有一次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的實施 你們覺得要鼓 這隻雞毛如果不怕 今天是會堆死了 真的會堆死了 想要去思考 我們不只要蔡英文下架 我們還要撥亂反正 立法院我們是不是還要直戰多數 整個利空出境 所有連政事情在做分析 我絕對不是批判 我也不會 我不會挑起他們的枕端 但是要讓你去想想看 誰可以改變 想看誰可以留住中華民國 誰可以留住國際 誰可以用中華民國台灣 如果總統就在簽名 中華民國台灣 沒有 憲法沒有中華民國台灣 憲法只有中華民國 沒有中華民國台灣 你自己想說 這個總統做到改國 和你國民黨的 這個立法委員都常聽 整個死亡 都會有頭髮 我就說實在 我也說到這個 說到大家說 今天我開業後要去那邊 這就實在說到會去 真的說到會去 立法委員你們真的做 我們高雄在等高雄 開著時高雄 立法委員都沒有說 高雄也有三十五分級 國民黨 你真的這件事 我就在這裡說 我數到時 225歲 20幾歲的立法委員 和義叔幫你 拚給你武打的政黨 真正有這大堆 你要做什麼事情 要幹什麼 還要幹什麼 還有武朗這齣的 國民黨的宮廷文化 真的要改變了 國民黨犧牲到很多情依 我如果記得我再說到這裡 比犧牲到的人多少 我相信你不知道 怎麼再加醜在外面就好 好 歡迎回來 我們剛才講 其實如果說從7月8號 國民黨的總統初選民調 開始一直到今天晚上才會結束 縱觀這七天一個星期來 如果說你看看這大大小小的民調 我們就加幾個 是有一個時序性的 從7月9號 7月11號到7月12號 其實各家民調做出來 會發現韓國瑜基本上 是以差大概8%到11.9% 這樣子的一個比例 是贏郭台銘的 但是對此 郭台銘他先前一再的說 他認為不公平 他的講法是 他覺得民進黨把票 通通灌給了韓國瑜 可是問題是 你看看現在這個民調公司 他又再把它細分來看 就會發現 好像就綠營的支持者 還有時代力量的支持者 是比較挺郭台銘的 多達8成 就很多人就在講了 郭總是不是搞錯了 其實你要說民進黨 或綠色灌票的話 可能你拿的贏面比較大 先跟大家講 絕對沒有綠營灌票 這件事情 剛剛我們秀出 這麼多份民調 哪一份最準呢 大家要看7月8號以後 這幾份最準 為什麼 因為7月8號剛好是 國民黨在辦初選的時候 所有的藍營的支持者 都在家裡等電話 但藍營的支持者 可能搞不太清楚 哪些電話 真的是國民黨的民調公司 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的朋友 常常在臉書上面 就會PO文章出來 就說我接到民調電話 請問XX民調電話 是國民黨這五家之一嗎 沒有 他可能沒有 他不知道 我的重點是說 其實他回答的時候 他也會誤以為是 國民黨的民調 其實不是 其實可能就是 剛剛秀出來這幾家 所以這幾家民調 呈現出來的數據 會跟國民黨這幾家民調 做的結果會很一致 因為大家都在家裡 同一個時間 同一個時間 其中有一個 就是匯流民調 我看到他做的民調 他就是在國民黨這個區間 郭董講說有綠營灌票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民調裡面 綠營是支持誰 結果發現 時代力量支持者 百分之三十幾 都是支持郭台銘的 民進黨的支持者 百分之四十幾 都是支持郭台銘的 所以你硬要講說 綠營的到底支持誰比較多 實際上是郭董比較多 是郭董拿了比較多的 綠營的票 郭董你怎麼還講說 綠營的灌票給韓市長 韓市長拿到的綠營的票 不到10% 如果說綠營請全黨之力 灌票灌給韓市長 結果只有10%的話 這個綠營也不用運作了 我覺得你們也沒有什麼 組織動員能力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 所謂的綠營灌票 只是一個藉口 就是說萬一明天的結果出來 韓市長贏郭董 有一個差距的話 郭董就會講說 這個比賽是不公平的 因為是被民進黨所操作的 但是我跟各位講 從這民調來說 這是沒有的 郭董最近一些談話 都刻意去導到就是說 這個民調好像有被綠營灌票 譬如說他以前曾經講過 國民黨的中常委都不聽他的 所以造成民進黨的養套殺 把韓市長養起來 套住再把他殺掉 其實都沒有這些事情 民進黨的支持者 也不會無聊到 真的在家裡面等電話 然後去回答問題 我覺得沒有那麼無聊 就像民進黨打給我們 我們也不會理他 他問我說蔡英文跟賴清德 我要支持誰 這兩個我都很討厭 我講得出口嗎 我真的講不出口 然後他們說賴清德對上韓市長 或者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我要講這個 我當然講國民黨支持者 誰講得出民進黨 我覺得我們不會配合他 這就是一般民進黨支持者的心態 尤其是國民黨的問卷 一打下來可能要5分鐘 你這樣子講 人家哪有那個美國時間 沒有那麼空 所以我跟大家講絕對沒有 明天的民調絕對是公平的 郭董如果說真的認為 自己的民調有問題 要開始找藉口 我覺得真的要稍微思考一下 會不會是你這段時間 你的策略真的不對了 你也可以根據這個民調的考慮 我們當然是希望 你真的不要脫黨 因為你脫黨也不見得會有勝算 你搞不好這樣白忙了一場 到了明年1月11號 也不會有結果 所以這才是你要觀察重點 這個民調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 郭董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以前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經過選舉的檢驗 大家都發現 就是很會燥大 就是很會開空投資料 我就想到 大家都以為我只會說笑話 其實我也有讀書 老子 老子曾經講過一句話 叫做 輕諾必寡信 多益必多難 什麼意思 輕諾必寡信就是 太容易承諾別的人 一定不守信用 因為我動不動我就答應你 最後我就會很容易 就不守信用 多益必多難 如果你很容易把事情講得很簡單 最後你都會遇到很多困難 你不覺得這就很像郭董嗎 郭董當Lamigo 剛剛我們講到 Lamigo這個球隊 要出現虧損 要轉手 郭董馬上跳出來說 我要來承接 我要介紹買家 結果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 一開始輕諾 我來做 然後後來 結果發現根本沒有做 然後開始找 多益必多難 把事情想太簡單了 怕遇到困難了 開始找藉口 都是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介入 害我沒有辦法去幫忙去找買家 實際上這樣嗎 實際上 Lamigo就跳出來講 說郭富士康派出來的人 有跟我們球隊聊聊天 有了解一下我們球隊的狀況 可能我們的球員 或者是我們的戰機 但是都沒有講到轉賣的事情 也沒有談到任何的金額 沒有嗎 沒錯 郭董12年來 有6個重大的投資案 然後開出了12兆 12年來1兆對不起 一兆的投資金額 也通通都沒有 就太容易承諾別人 就會遇到這樣困難 沒錯